Hello,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李夏,很高兴能向您展示我的Teaching Demo。 我现在就职于密歇根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我是一名AP中文老师,同时也教授过其他中低级别以及中高级别的中文课程。 我今天试讲的主题是中国的节日,所针对的级别是中高级别,教学对象是十年级或者十一年级的学生。 我所试讲的内容选自中文听说读写Level 2 Part 2这本教材的第十一课。 我会采用翻转课堂模式来进行教学,并且也会结合清经法和交际法来教学。 所以,学生在上课之前已经预习过本课的词语、语法句式和课文。 他们首先会在Quizlet上面对本课的声词进行最基础的学习和操练。 然后呢,我会用voice thread来讲解本课的重点语法和句式。 那学生呢,也要在上面来进行学习和练习。 那在上课的时候呢,我会将本课的词语、语法、句式以及课文都融合在一起。 然后在相应的情景下呢,让学生来进行操练。 同时呢,也让学生来完成进一步的交际训练。 您在接下来的PPD中看到绿色的词语呢,就是本课的重点声词。 那红色的呢,就是本课的重点语法和句式。 好,那现在我会开始我的试讲。 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那大家知道吗? 最近呢,是中国的一个节日。 是什么节日呢? 对,很好哦,是春节。 大家也看到了李老师的背景,对吧? 能不能猜一猜,今年是什么年呢? 牛年啊,非常棒。 那我们班有没有同学是属牛的呀? 哦,有两名同学是属牛的。 所以你们和李老师的爸爸妈妈一样,都属牛。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学习中国的节日,第一个部分,春节。 春节到了,你要和你的中国朋友雪梅一起去她的舅舅家过年。 我们这一课的学习目标是什么呢? 首先,你可以说出春节,人们主要会用到的物品,以及会吃的食物。 第二点呢,你可以描述春节的时候,中国人家里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你也可以描述你自己的家,或者你的房间。 第三点呢,你可以谈一谈春节的传统庆祝活动是什么。 接下来,你能够用中文去拜年,并且呢,能够用中文去祝福别人。 最后,你可以用我们今天学过的词语、句式,能完整地介绍一个节日。 好,所以,除夕那天,你要和雪梅到她的舅舅家过年。 在去舅舅家之前,你们先要去超市,买一些年货送给舅舅和舅妈。 第一个问题,除夕是什么时候? 好,你说。 很棒是春节的前一天。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年货呢? 嗯,好,你来说。 对,是过年的时候,人们需要的东西,可以是用的,也可以是吃的,非常好。 好,那我们一起去超市看看有什么年货吧。 好吃是什么呢? 非常好,对,是红包。 你收到过红包吗? 是谁给你的呀? 哦,是你的中国朋友。 非常好,李老师今天也收到一个红包,非常的开心。 好,那这又是什么? 你来说。 嗯,灯笼。 请问在美国,哪里可以看到灯笼呢? 中国城,非常棒。 好,我们看,还看到了什么? 这是鞭炮,很棒。 那李老师要告诉大家,在中国,很多的城市,现在不可以方便跑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你说。 对,很棒,声音太大了。 还有吗? 嗯,不安全。 还有吗? 对,对环境不太好。 嗯,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 好,你说。 对,酒,在中国,我们叫白酒,白酒。 好。 这个是什么呢? 对啊,春联也可以叫对联。 请你说一说,对联上一边一般写着什么呢? 对啊,一般写了一些好的词,好的句子,好的话。 嗯,对,因为它是人们希望在新的一年,有好的事情发生,有好的运气。 好,我们看一个吃的,这是什么? 嗯,好,跟老师读元宵,二声元宵。 啊,不是三声,啊,不是元宵,是元宵,对,非常好。 好,你吃过元宵吗? 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吃元宵? 非常好,元宵节的时候,元宵节是哪一天呢? 嗯,春节的第15天。 我们看看最后在超市,他们看到了什么? 好,你来说。 嗯,饺子,对。 老师想问大家,过春节的时候,中国人会不会在超市买饺子? 大家猜猜看。 你说? 不会,为什么呢? 对,他们一般会在家里自己和家人一起包饺子。 好,那你和雪梅逛完超市了,我们很快就要看看你们买了什么年货。 你和雪梅到了舅舅家,把年货盒送给了舅舅和舅妈。 我们看看年货盒里放着什么? 好,你说。 好,说一整句话。 对,年货盒里放着鞭炮。 第二个,年货盒里放着鞭炮,我们可以说一代元宵,带, measure word,带。 好,这是什么? 对啊,放着三个红包。 最后还放着,非常好,还放着一瓶酒。 所以我们可以用location words,加verb, and 遮, and noun phrase,来 indicate existence。 说什么地方,verb, 遮, 什么东西。 好,很简单,对不对? 那老师想请一位同学来告诉我们年货盒里放着的所有东西是什么? 好,请你来说。 说得非常好。 然后呢,舅舅想带你们参观一下他的家。 我们看看看到了什么? 首先第一个。 你来说。 嗯,墙上贴着红纸非常好啊,贴着红纸。 那我们看看红纸上怎么样? 对啊,是有着符字吗? 好,我们说写着符字啊, the verb是写。 有, do not use with 遮。 很好,那大家看一下啊, 李老师手里拿着什么? 好,请你来说。 对啊,李老师手里拿着符字,非常好。 嗯,你有什么问题? 好,为什么符字是倒着呢? 很好的问题啊,等一会儿我们会说一说这个符字, 为什么到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舅舅的家。 桌子上。 对啊,放着零食。 还有吗? 对啊,还放着三个红包和花,非常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舅舅家的门上。 也。 对,很好,也。 你说贴着符字还。 贴着对联。 好,墙上呢? 墙上挂着灯笼,挂着两个灯笼。 我们看看最后看到了什么。 嗯,最后,舅舅手里拿着红包。 这个红包呢,是给你和雪梅的,是不是很开心? 好,看完了舅舅的家,接下来请你和你的同学来介绍你的家,或者你的房间。 上节课,老师让大家准备一些你的家里或者房间的照片,你准备了吗? 好,现在请把这些照片拿出来,然后和你的partner来说一说你的家,用上我们的verb,遮这个structure。 好,你可以说这是我的房间,墙上贴着什么,地上放着什么,等等等等。 好,我给大家四分钟的时间。 好,时间到了,我先请一位同学拿着照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 说的太棒了,好,看了你的家里有很多东西。 那在说的时候呢,不要忘了遮,动字该遮。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刚才有一个同学问老师的问题。 嗯,这个福字呀,为什么到了? 雪梅告诉了我们答案啊,我们看,雪梅说,福到了听起来和福到了一样啊,意思多好啊,是不是? 福,怎么样,到了我的家里啊,很好的意思。 这个时候呢,你看到了舅妈在做菜,啊,舅妈在做什么菜呢? 非常好啊,清蒸鱼,清蒸鱼。 雪梅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中国人过年吃鱼都要剩下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吗? 有没有同学知道? 好,老师给大家一些提示。 好,你来说,年年有余听起来和年年有余一样,啊,余是剩下的意思。 所以人们希望每年都能剩下一些好的东西。 非常好,啊,好,哇,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啊,舅妈做好了什么呀? 年夜饭啊,非常好。 那大家在做什么呢? 你说,嗯,一边吃年夜饭,一边看电视,这是什么电视? 电视里在演什么? 很好,啊,春节晚会。 每年人们在除夕夜的时候都会看春节晚会。 老师有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在家吃饭,啊,不在饭馆吃饭呢? 在饭馆吃饭不是更容易吗? 好,你来说。 嗯,因为在家吃年夜饭,比在饭馆吃更有。 家庭气氛,啊,非常好。 好,好,现在啊,十二点到了,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你们要做什么呢? 好,你来说。 对,我们先放鞭炮,再吃饺子,很好。 那这个时候呢,雪梅要给爸爸妈妈拜年了,啊,因为爸爸妈妈和她没有在一起,啊,所以呢,她先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拜年,再给她的朋友发微信,拜年。 嗯,好,你来说。 嗯,好。 哦,你也是,先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拜年,再。 哦,给朋友发邮件,拜年,非常好。 好。 那,和雪梅一起去玩舅舅家过春节后,我相信大家对于春节都有了很多的了解,知道春节的时候中国人要做什么,吃什么,有什么活动。 好,现在呢,你们想要给一位美国的朋友打电话,向他介绍中国的春节。 好,现在呢,两个同学一组来介绍中国的春节,啊,给你的,给你们共同的美国朋友,啊,然后呢,要用上我们刚刚学过的词语和structures,啊。 一个同学来扮演A,另一个扮演B,啊,然后你们交换,啊,交换,大家有五分钟的时间,啊,你们也可以互相帮助。 那,在大家开始之前呢,李老师先来带大家一起来说一次,啊,第一句,春节的时候,人们一般要先买年货,比如,对啊,比如,红包,嗯,还有呢,福字很好,还有,灯笼,对啊。 好,第二个,春节时,中国人家里的门上常常贴着,春联,对。 墙上呢,墙上呢,墙上贴着福字,嗯,还有呢,挂着什么,灯笼,嗯,桌子上会放着什么呢? 嗯,大家看。 对啊,放着零食,啊,好,我们看下一句,人们会抱着贴福字,因为福道了,听起来像福道了,啊,表示很好的意思,对。 好,除处时,人们会一边吃年夜饭,一边看春节晚会,很好,人们在家吃年夜饭是因为更有家庭气氛,啊,就是很开心的,啊,气氛,对吧。 好,那吃鱼的时候会剩下一些因为,年年有鱼,听起来像年年有鱼,啊,这个鱼有剩下的意思,表示每年都能剩下一些好的东西。 好,我们看最后一句,晚上十二点时,新的一年开始了,啊,人们会先去放鞭炮,啊,再吃饺子。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人们要给家人,半年,啊,你可以先对打电话,半年,再发邮件,或者发短信,发微信,都可以,啊,好,那接下来,请同学们来开始练习。 好,时间到了,啊,那请一组的同学,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现在李老师,就是你们的美国朋友。 好,说得非常棒,啊,很流利,嗯,好。 好,刚才,啊,我们说到了拜年,那大家知道怎么拜年吗? 那你来说,对新年快乐,还有吗? 嗯,春节快乐,还有吗?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和很流行的拜年动图学一学,啊,现在人们特别喜欢 我们在微信上发这些动图,啊,我们看第一个是什么? 对,过年好,第二个呢,啊,和第一个很像。 对,新年好。 第三个是什么呢? 你来说,对,给您拜年了,啊,就是我们一般会这样,给您拜年了。 我们可以说,给三万,拜年了,啊,最后一个,大家知道怎么说吗? 嗯,很好,啊,恭喜发财,那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你来说。 对,啊,希望你在新的一年中,啊,有很多的钱,啊。 我们再看一些别的,我们还可以说,第一个,对,啊,祝您身体健康。 好,第二个呢,可以和李老师说,嗯,祝您工作顺利,啊,顺利就是,什么呢? 嗯,对,啊,没有麻烦,很smooth,啊。 最后一个,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 适合同学们说的话,啊,你们都是学生,所以,别人会说,祝您学习进步,啊,进步。 好,大家学会了吗? 现在请你和你的partner来用三句话,啊,互相拜年。 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开始吧。 好,时间到,我请一组同学,啊,来为我们展示一下。 好,你们来说,嗯,非常好,啊,但是大家注意,在说过年好,新年好,啊,这两个祝福语的时候呢,前面没有祝您,啊,只有新年好,过年好,啊,没有别的了。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关于春节的内容,啊,那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做到我们下面的,啊,说的这些学习目标吗? 啊,啊,啊,如果可以的话呢,请给自己打勾,啊,啊,最后呢,给大家一个作业。 好,那和学梅一起过完春节以后呢,啊,雪梅觉得春节听起来很像美国的圣诞节。 你不,你能不能给雪梅和别的同学介绍一下圣诞节,啊,你是怎么过圣诞节的? 首先,你要说一说圣诞节的传统是什么,啊,比如说有什么传统的活动,啊,需要买什么东西,吃什么食物呢? 啊,以及其他的一些习俗,啊,那你还可以说一说圣诞时候,你的家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你的墙上会挂着什么,啊,地上会放着什么呢?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准备一张照片来介绍,啊,那第三个,啊,我们要说一说圣诞节的时候,你怎么祝福别人? 嗯,会说什么话呢?和中国一样吗? 好,那大家在做这个作业的时候呢,需要,啊,把你的作业分享在palette上面,啊,这样别的同学也可以看到,啊,你可以添加图片,啊,或者视频,音频,啊,就是audio and video,都是可以的,啊,另外呢, 每个同学需要给至少两名同学来评论,啊,评论,啊,因为我希望同学们能够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和别的同学来交流,啊, 好,那大家在介绍的时候呢,请用上我们今天学过的structures,句式,啊,以及至少五个词语,啊,at least five words,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最后李老师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学习进步,我们下节课见,再见! 再见! 再见